李律师是怎么说的 李律师他是说他是五成圣女的 我觉得呢 一百成的话他可能不成 我觉得 传奇是时候落幕 当时跟你律师下棋之前 你说了一些言论 引起很大的争议 因为那也是比较少年 因为他刚被我二连胜 然后他一点机会都没有 他居然还能说出 他对我胜胜还有五成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然后觉得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一定会是我赢的 然后我就特别想去 真的是去全力的战胜他 这是我的一个赛前的宣言 你不担心你说这话 别人会觉得你特别狂吗 我不关心这些东西的 我从那里不关心 从那时候来也不关心 我觉得反正我只要做好自己认真对战 围棋就可以了 我就是说 我说再狂的话 我觉得只要我赢了 那就是 那就是胜利是我对的 但是当时你的话呢 给别人感觉你不太尊重 你实施 这个尊重 不尊重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意义 因为当时就是说 我想展现我自己的 我想展现我自己的 这一面 我就是 可能在我 在我年纪大以后 我就不太可能再回去说这样的话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 送正的话的机会还是太少 我有一个这么热血飞腾的舞台 让我展现自己的旗艺 然后展现自己的 强大的实力的一个舞台 我就觉得我就是要充分享受这个舞台 我就非常享受去 每一盘棋的一个过程 无论是输是赢 但那场比赛其实是一波三折 对对对 就是其实失误比较多 主要是对自己的技巧太自信了 就是经常会觉得 这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一下子 哇天哪 发现突然发现 不是我想的那样 然后就会出现 一个很致命的一些失误 导致我那几盘 输了几盘 输了两盘 输了两盘 对对对 总共 这次盘棋呢 我回想起来 我觉得对我来说呢 可以用耻辱这两字 完全是不过分的 我觉得无论最后 第五盘棋是输是赢 这次旗下的质量 对我来说都是耻辱 但我也完全放开了 我觉得明天 会拿出自己的 所有的斗志 来去面对第五局 怎么说呢 支持耀后勇吧 谢谢 到决胜局的时候 其实那番棋 也赢得很艰难 其实赢很多 其实前面非常地顺 盘面十多目了 然后 就是一个地方 突然打了 一个特别大的勺子 然后觉得 其实打了勺 我还是赢起 但是我就冷静不下来了 在提供着 稍微有点懊悔 我估计他一定是看到了 聂老刚才说的那个 挡一个就没棋了 现在科学的 这个痛苦的表现 后来你在接受 媒体报道的时候 也说过 当时以为自己已经输了 是吧 都以为自己输了 那时候我还是挺 挺真绝望的 那时候我还 是棋头上下输 但是觉得就是这种相反 哪里点字都两不棋 然后 我现在还没反过进来 就是我赢了是吧 对啊 恭喜你科学 那当时就是你 自己以为自己 已经输了的时候 那时候说 心里头是什么一种状态呢 就是很痛苦吧 因为我就 就是也没有想 我其他总是觉得自己 不应该犯这样的失误 嗯 后来我看那个 李适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其实 也还对你的一些行为 有一些微词啊 她说啊 其实其实没有 就是你摔棋子啊 是吧 那天就是在 决胜局比赛的时候 嗯 就是在很绝望的时候摔棋子的 其实后来我也刚才交流 她也觉得围棋可能需要 就是说有性格的人 就是说我想她那样 我想我想那样 她觉得跟我很像 我觉得听到这话 其实我也蛮感动的 就是觉得 嗯 觉得围棋的话 还是要丰富多彩一点 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谦虚惯了 从小的那种 嗯 我就觉得这种人性格 是没有人讲的 然后我觉得很无趣 我也不愿意跟那俩人打交道 嗯 我也喜欢跟有趣的人在一起 既然是一个棋手啊 不让有大家都的束缚 我很讨厌 就是说很木讷的棋手 就是说 就是说除了下棋 什么都不会 那种人我不太欣赏 真的会有那个辉煌的棋手啊 她是一定是非常有性格的 嗯 无论是什么棋方面的 还是做人方面的 并没有说对李时智 这个前辈有一些什么不尊敬 哦 并没有 我对他一直都是非常尊敬 其实啊 就是说我是觉得 在棋上的话 应该一旦掐起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呢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对手 他是一个棋手 我就想办法战胜他 在棋上对他有回应 对他战胜他 这才是对棋手 对他的一个尊敬 那你怎么评价这个事实呢 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 专注的一个 围棋 我觉得他就是为围棋而生的 那么这样的人的话 其实是围棋界的一个 存在的是一个围棋联系 因为我小时候 把他棋我摆得太多了 所以觉得 他的对 就是说对棋的一些 理解还有专注度啊 这是很 大部分棋手是没法达到的 对真的是 你内心你觉得你能超越他吗 我内心 我希望我能超越 但是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一盘一盘下 因为你自然有预期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那做不到也就是空话 对吧 所以说我是那种行动派的 我是要做到的才会 你才会对这件事情 中国队主将柯杰不敌韩国队的金智希 韩国队呢在时隔四年之后 重夺农心杯冠军 科捷出现严重误算 在最近两次交锋中 两次输给对手 金智希破釜沉舟 打入白棋大控 科捷直白 中盘不敌江北杰无缘决赛 最近几个月好像成绩不太好 最近几个月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你觉得 对还可以 因为我觉得上次跟农心杯跟金智希输了有点伤 因为那反正我觉得是不可能输输就几大下输了 然后面的棋其实是我觉得下的还不错 但是等级杯好像等级杯也掉下来了 等级杯也没有掉下来了 国内还是底 但是被世界上那个好像也被 世界上那个是一个不是官方排名 是一个野际排名 就是说真正的下棋 是不会去观众那个 我觉得这只要是拿了世界冠军了 你无论你这一年怎么输好了 你都是最优秀的 世界冠军太难了 对所以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比赛 因为我是一关级的比较春南杯 春南杯我赢了 其实我觉得我就让我得满意就可以了 我就是说我这个月怎么输都可以了 我全都输都可以 我只要把那个春南杯那满意拎下来就可以了 就把我给他在这里 然后其实很多人会很多媒体会说我输可以 敬山于泰 敬山于泰然后金智希也好 可能会会说我就怎么堕落了怎么样 然后看到那些人说我就觉得很好笑 我怎么就堕落了 对所以就很多言论有些就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对 其实我觉得我只要自己不迷失 就没什么关系 外界对你有一些批评 有一种批评就是说你现在起的后半盘的那种胜负感 有下降 就比如说你在跟金智希那种比赛 明明是非常优势的戏但是反而却不断的犯错误 就是说可能你觉得这种批评有没有道理 后半盘的话可能可能可能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呃怎么说呢就就就新鲜大家计算力都都很强 嗯然后我的优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那你现在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成绩不好对你来说是你职业生涯的一个平静期吗 没有不好啊 啊就是说成绩没有两年前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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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那主要是两年前太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调整期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对AI的吸收理解我觉得太太丰富了 就是说太那个太多了 怎么在这个大家都在研究AI的时刻脱颖而出呢 这是我新的一个一个挑战吧 这是我觉得就是从零开始吧 就是从零开始就是这样子 如果从零开始的话我这个战绩还是还可以了 所以说但你说说一定要跟我两年前比可能是有一定差距 但是现在的话说实在的赢盘棋不好赢 这是这是我自己觉得一个真的不好赢 大家都很那个对A姐就很 但是你毕竟不是从零开始啊 因为你是已经五个世界冠军在手了 基本上是从零开始 而且也是中国现在围棋一届排名第一的人 从零开始是吧 重零开始重零开始 重零开始学围棋 就是对棋的理解完全是颠覆那种感觉 然后还是要真正努力 从零开始棋 就是说而且这个这个学的方向又是很模糊的 那这也不知道该怎么学 这也是从零开始 其实两年前你拿到两个世界冠军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棋业对你的期望很高 包括我们这些爱好者啊 其实也都觉得可能是藏豪狐狸 这个以后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个棋手了 也最有希望能成为具有统治力的棋手啊 但是这两年就感觉包括于宾也说过 就是你在跟其他棋手下棋的时候 那种统治力 其实还没有达到当年李适时啊 李昌浩啊那个时代 那个程度 我觉得 因为像今天职业棋手 职业棋手比原来多好几倍了 其实职业棋手人才那么多 那么 又有AI的出现 大家有大幅度 很难有一个绝对的统治者在这里 这是我说实话 很难做到 真的像李昌浩的时代 我是觉得他们的对手 有些是过于弱了 过于弱了 就是说 他们的棋的理解 完全都没有到达那一 就是说普通棋手 现在的普通棋手的那个高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没有办法 时代的一个 因为大家都会AI的招了 你怎么办 你就只能 因为布局前50手 大概他差不多 像以前的话 前50手 很多超一流和普通棋手 已经拉开很大的差距了 你输一输到老了点 那个还不知道 然后 所以 现在的话 很难出现那种绝对统治的人 我自己是认为 觉得很难统治 当然我也会往这方向努力 更多的世界观景 你是觉得这个时代 已经很难再出现像 李昌浩和李士时那样的棋手了 就是说绝对统治的 就是绝对统治的 很难的 那这些时代的特性 这个是AI的时代 第十九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 今天在上海结束 中国队主将柯杰不敌韩国队的金智希 韩国队呢 在时隔四年之后 重夺农心杯冠军 比赛之前 你当时发了一条微博 说各位辛苦了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吧 然后 这个比赛结果输了嘛 其实你作为一个主帅 然后你事先也把大话都说出去了 对对对 结果比赛又输了 对对对 当时有没有觉得 就是自己 没有这种东西呢 就是说你既然已经放松的画出去了 你就要做好输的准备 嗯嗯嗯嗯嗯嗯嗯 因为你一般立这种 立这种 立这种画实话 基本没什么好下场 绝果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的话 我是比较幸运 你可能一直都是 放松转板 还赢了 对对对 对对对 那这个的话就是 可能是 我也必须要去训练 所以说 话都说出 觉得还 还怕别人说你什么 还别人骂你什么 你看下次比赛的时候 比如说类似的 还会发这种微博吗 我有信心的时候还是会发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大家很爱看 你就说了这些 因为微博比赛本身增加一些看点 其实围棋怎么说呢 其实这些年很难有人去关注围棋本身 但是关注围棋本身的人就是一些老棋迷 所以为了怎么吸引去新的心 我觉得需要一些很冷鸟的人 我觉得你就有一些独特性格在里面 对围棋也好 对你自己也好 都是一些好事 后来我看那帖子你也没删 不删 我不会删的 就像之前那些你觉得我都不太好 那我都不会删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我觉得删掉这些东西不好 我中暂输了又怎么 你没觉得就是说打脸了吗 打脸就打脸吧 打脸下次想办法再赢回来 底下很多人评论的时候说的其实不太好听的 没有啊我没没看我其实就没有看这个东西 嗯 就当我看我笑话好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啊 就就是这是我我当时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态度 现在看我吧就是我来结束这场战斗 我觉得现在想想的还是很很抗海激扬的那种感觉 我需要的我需要的热血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职业比赛很残酷啊 就是都是靠成绩说话 你这个说大话的时候 大家都你最后成绩如果要是真赢下来了 觉得你了不起是英雄是吧 如果你要没赢下来 那我觉得你其实当时那可能就是狂妄 嗯 你觉得其实这种评价不在乎 嗯不在乎 嗯嗯嗯 我们跟你接触的时候啊 就觉得你是一个蛮谦和 蛮随和的一个孩子啊 我给你叫孩子抱歉 我给你叫孩子 我给你叫孩子 我爸跟你跟你差不多 但是你在网上经常说一些那种言论 给人感觉好像挺惶惶的啊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 就是说你你是不知道哪个才是一个真实的课题 这是因为就是说可能在网上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 就是在网上的话你可能太谦和的一些话 可能不会引起一些共鸣 就是说嗯 不会引起人的关注 嗯 维奇才是在前些年阿发共鸣出现的时候 是一个没有人关注的一个东西 说实话我真的是 我是说实话 嗯 没有什么那个关注点的时候 那视频也不会来采访我的 你也不会来采访我的 别人是不会这样的 不会那不一定的啊 对所以呃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 那么你没有关注度 你这个生命就很难的时间有持续下去 那我觉得想想这时候有些蛮可悲的 因为维奇我一直觉得是中国的传统的一个东西 老土宗创造这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你居然没有好好保存下来 相比一些呃 那个日韩啊 都不是他不是维奇的那个发源地 他都能做到就是说对维奇这么重视 和这有一份热症 那你说我们自己的东西都这样丢掉了 然后又没有人关注 我的戏有时候在夜里想想 在以前啊 这就蛮可悲的 这种事情真的是蛮可悲的 琴奇书画 现在在以前的话 可能别人还搞不清 其实像琴还是那个维奇呢 琴一直以来都是指的是维奇 但是就是很多东西 大家都是已经丢丢失了 然后我觉得有必要就是说通过我 然后让维奇再刮琴 又一阵纪念了之后的一阵这个热潮 我希望能做到这样一点 发过量的事件出现 然后上线的围奇 它推上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那么这是也是我一直觉得 这是我希望看见的 对 你是觉得你在网上说的那些话 实际上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是一点 那有些话 尤其是我说的很多的这些话呢 我其实并没有说是很多的 甚至的意思在里面 可能被人过度解读了 你觉得这种被别人关注很重要吗 我不太希望别人就是说 纯粹的就关注我这样子 我希望他能关注到我下的棋 我特别希望别人的理解 我下的棋里面 其实比较大量的什么样的内涵和思想 棋 我看我那些说的那些废话是什么意思 对吧 我都觉得很不聊 你现在是成了维系界 其实里面的网红 是吧 最知名的一个 跟其他的比起来 那除了你的成绩以外 跟你在网上这种言行有关吗 你觉得 说时代的可能还是有点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的成 如果没有成绩的话 说这些人也不会有 说这些话也不会有人来关注你的 对 就一定要以成绩作为基础 但光有成绩也不行 是吧 光有成绩也可以 你俩 要成好 鼓励也那时代 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说也是 他们也是一个时代了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是对事物的一些理解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和谐并存的 没有说别人一定是像我这样子说 一定要发出那些言论 我都没必要 那你会很享受 比如说现在这种网红的感觉吗 其实我不红 这个说实在是我真的不红 因为我可能是算算是一个公众人物嘛 发的东西会有人关注 会有个效应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相应的 我也要会回馈给说社会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然后无论是慈善也好 还是或者说是一些那些帮助一些那个学期的孩子也好 我觉得这都是我以后肯定要硬要去做的 你在比赛之前还发了一个微博 就说你可能是跟人工智能下的最后三盘棋 但是还是要把它坚持下完 当时很多网友也意识到了 就是说你这段话其实跟你一年前 当时那段话比起来就已经差别很大了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场可能已经不了的 就非常绝望的一个 就你当时你已经意识到了 对意识到是非常绝望的一个比赛 但是我觉得我既然是一个棋手 那么就是我无论如何也要下这场下完这场比赛 然后我也尽全力 因为真的这实力上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鸿沟的 所以就尽力就好了 王思聪当时还在网上说 说你一年前那广望就是哪去了 是吧 对我觉得这是在每个人立场不同 我也能理解就是说这样的 但是也别也得理解我的一些立场 因为那以前的话 我是真的非常渴望能够战胜的 但是到后面因为他已经六十年生 那样的恐怖的战绩证明他自己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满怀心里说出 我能战略他这样的话 真的是实在是认识到实力的差距以后 就是更加的得就是尊敬 因为我们职人强者 王思聪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当时狂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后面 还有今天 对是吧 这也是很多可能不太了解为奇的人这样的手法吧 我觉得什么样的意见 我觉得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别人有一句什么的话就可以把你击倒的话 你也不配成为这个邻居人物或者公众人物 你也不是配成为骑手 那你认为你一年前当时说 阿发狗能赢李适时 但赢不了我 那个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轻率呢 没有 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年轻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我还蛮欣赏 我那时候敢说敢做的那种感觉的 因为我这两年也沉溅了下来 所以很难再说出就是说那么帅真的一些话了 就是非常强烈的信念 就是要去战胜谁谁谁 好像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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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并不觉得那个时候那种做法也什么的 并不觉得 并不觉得 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还蛮可爱的 对对 现在有女朋友吗 问点八卦的问题 这个也也也希望有吧 就是说他确实是遇不到有合适的 对所以就等着吧 这也是因为别人委托我说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哈哈哈哈 因为喜欢你的女孩子很多 所以他们大家都很关心就你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 如果如果如果他很优秀就在找我吧 哈哈哈 就是就是没什么 就是其实就我不排斥 就是也也也希望有一个懂我的人吧 会在围记圈那里都是找女朋友吗 还是说会 好发怪啊 哈哈哈我我其实 嗯 并没有太刻意说只是是有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嗯 随缘 可能自己凭时间本人也不多 你没有什么时间去考虑这些东西 你现在其实也不小了 说这个年纪 其实谈你朋友也很正常 那你没有谈是因为 不知道 就是没有 那不可能没有人喜欢你 那是 就是说这种东西不能 用论证可能是说不出来的 就只能说等一个合适的人 还是得等 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希望 我也不知道 就反正 就是比较善良 善良 这话好像所有人都可以说 就比较懂得他人感受的 我觉得这就是 比较能实大局 就行了 主要是性格 你说性格是指 要比较温柔 比较温顺 也不是 就是说 能照顾他的人的感受就行了 我觉得 就是说性格上比较好说话 就是非常 比较好说话就可以了 你很在意这个 是吧 因为我觉得下棋的人的话 都应该挺在意这个 就是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下完棋 就是说 就不太想跟别人说话 因为自己的沉浸在那个世界里 就是别人一直说 你怎么怎么 那我可能会受不了那样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在做一件 比较专注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不希望别人打的时候 他真的不来打捞我 我觉得这种性格就很好 如果再大的事情 也可以先放一遍 让人不来打捞我 这样我觉得就非常好 对 那如果女的也是个职业棋手的话 不就更容易理解你吗 那可不一定 职业棋手 我觉得两个人都是从事同一个行业 就是生活挺无聊的 我觉得 就是说 全是回家 本来就下棋还够多了 回来去家里 还要下棋吗 你觉得太相似了 两个人反而可能会比较 不知道 就反正我虽然 你父母呢 对你有什么期待吗 我父母 我不知道 也没有什么 活着就行了 活着女的就行了 怕你找个AI是吧 应该是AI上还是比较排斥的 我觉得 应该他们也鼓励我 就是说去怎么样 对 然后我是没有 但是没有 就是一期为伴